好 我们首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华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 谈诚三宝 敬礼 今天的父母主尊 阿弥陀佛 无量寿如来 化身 长寿如来 吉 习 真 怀 书 四空行母 师母 丹真 甘掌措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州大使 夫人九弟师姐 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石仪教授 康丽 生活中绲委会会会计师 特沥莎师姐 生活中绲会会华律顾问 周慧芳历师 黄叶琴律师 庄俊耀医师 周恒医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徐亚奇师姐 澳洲太平神士 梁敏豪师兄坑立 哈尼佛尼亚高敏露师兄坑立 巴基尔 Samporo University Professor 陈宗杰博士 陈瑞莲医师 Cannifornia 史莫斯蒂 史莫格 中华民国乔务顾问 麦显徽师傅 印度尼西亚 亚迦达企业家 哈地温纳他 省托索 西亚图上海味道 之东主 刘玉宏师姐 特别来宾 李恒达先生 康礼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 今天是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那么他们讲是三合一 三合一 第一个 今天是父亲节 父亲节 第二个是十尊本身的生日 第二个是十尊本身的生日 第三个 今天是 在1982年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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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六号 是我从台湾飞美国移民到美国 进immigration跟customer的那一天 就是6月16号 6月16号 是37年前 37年前的事情 6月16号 那我父亲就讲这一天叫做乐一乐 616嘛 616就是乐一乐 是果然很快乐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说 我的愿望是 每一个来参加的人 跟在看网络的人 每一个同门 今天来参加的每一个人 他都非常的健康跟快乐 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健康跟快乐 这个如果人 如果人 拥有健康 还有呢 他的心情快乐 永远的快乐 永远的 乐一乐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做附谋 而且是长寿如来的附谋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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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个人啊 今天在走到赴摩鲁那边的时候 我先替四个龙柱 做结界跟加持 然后转到这个长寿如来的面前 我希望长寿如来 能够以他的手上的长寿瓶 也就是长寿甘露 给如师尊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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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白色的长寿的这个瓶里面的甘露 他就飞扬出来 然后进到我的全身里面 我也同样希望 今天受了长寿佛的灌顶的人 每一个人都得到长寿如来的灌顶瓶的甘露 充满所有的人的身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Long life 跟这个 Happy Happy 这是every year every month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都快乐 这个才是 这样子呢 讲起来才叫做极乐 就是极乐 永远都在快乐之中 那我们知道长寿佛的修行呢 它是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化身为无量寿如来 然后再化身为长寿如来 是阿弥陀佛的本地的一尊佛 它的手印也是弥陀定印 那么它的咒语是 Om 阿玛诺令 朱恩迪亚 索哈 它的咒语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的特征是在手上 在弥陀定印的手上 有一个长寿坪 装满了长寿的甘露 它能够增加这个寿命 增加人的本身的寿命 得到了长寿佛 这个长寿坪 里面长寿甘露的灌顶的 一定会增加它本身的寿命 它也有四大空形目 这四大空形目叫做 习真怀疏 这个重点是在这里 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 我们密教最主要的修行 其实是在相应两个字 相应 跟大家重要的就是相 相应两个字 密教在修行 那么相应呢 在印度 他们叫做 不叫相应 就是叫Yoga 就是瑜伽 我们讲的瑜伽 那相应是什么意思啊 很多人问我 师尊 你看我相应了没有 这句话是很多人问的 几乎每个人都问我 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问题 到底我相应了没有 然后我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直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相应 你问我相应了没有 就表示你没有相应 因为相应你一定会知道 你一定会知道 你一定会知道你已经相应了 这个是不用问的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相应 我好像上个礼拜也讲过 以佛同行 以佛同行 这还不够 这个真的是还不够的 什么叫做真正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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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的心迹都有一个八月莲花 密教的地址都知道 有八月的莲花 你八月的莲花开放了 每一次你观想 每一次你观想 一定要观想 你心迹的八月莲花开放 那你的本尊在虚空之中 你Om Ah Hom Suha 念奏招请它 就是一首歌吗 uttano 想你事 想你事 天边 想你事 你在 眼前 想你事 你在 脑海 想你事 你在 心 天 我不是想 我不是想那个漂亮的女生 我是想我的本尊 原来她是在天边 终于来到你的面前 然后你进到 从中脉进到我的脑海 最后降在我的心天 那你心中的莲花开放 你本尊坐在那里 然后本尊渐渐大 它变成你自己 你就是本尊 本尊就是你 这是经常讲的 这个时候呢 你开口讲话 就是本尊在讲话 你动手做事情 就是本尊在做事情 你脑海里面的意念 所想的 就是本尊在想的事情 当你在做讲话的时候 已经变成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何以圣人的哲学思想 当你的意念里面 完全是圣人的哲学思想 当你的极止动作 就像圣人的一样 你做的是圣人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叫做本尊相应 你开口就是本尊开口 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就是本尊的意念 你做的事业 就是本尊的事业 身口意 跟本尊都是合一的时候 就是相应 在一般显教里面 是比较少谈到这样子 比较少谈到说 哇 你自己已经变成姚智金母 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 你自己这个时候 已经就是地藏王菩萨了 所以我昨天所讲的 什么叫做凡行 凡 就是凡文的凡 行 就是行为的行 凡行 什么叫做凡行 就是常乐我尽 就是慈悲喜舍 什么叫做常 你跟本尊合一了 就叫做常 什么就是乐 就是今天的主题 你永远 你永远 拥有精进上的快乐 你不会产生惰性 不会懒惰 我今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写文章 很忙 师母也知道 我每天早上写文章 我又哪一天早上不写文章 有没有 睡觉的时候没有写文章 师母回答也是很对 睡觉的时候没有写文章 但是睡觉的时候 你那个睡明当中的意识 你的浅意识 你睡明当中还是有意识在动 那个意识也是本尊的意识 你能不能练到这样子 不是说白天 我们遵守佛教的戒力再走 晚上睡觉 就失去了戒力 做梦都是颠倒 你能不能在晚上的时候 也警醒自己 连你的梦都是本尊在做 连你出去晚上出去出神 都是做的 都是本尊在做的事情 能不能做到这样子 师尊本身很 写文章是很快乐的 每天完成一篇 没有停止过 我实际上是非常忙的 一个早上实际上是非常忙 大家以为说 我应该早上应该很轻松 其实不是 我这个新的273本书 已经今天已经写到90页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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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写到90页了 200 差不多快了 快完成了 差不多在五天 一天写两页 在五天我就 这本书我就完成了 我每天都在快乐之中 因为没写一篇文章 我就等于完成了一个任务 完成了一个度众生的任务 这个就是快乐 我 这个我是属于大我 我的小我跟宇宙我的本尊的大我 是合一的 这个叫做本我 本来的我 不是现在肉体的我 肉体的我是假我 真正的我 是跟佛菩萨一样的那一个我 叫做本我 你自己常常跟本尊在一起 你所显现的就是本我 静 你这个静就是智慧的 如来的智慧 你在动之中会拾弃智慧 为什么我们佛教的行者 东东要打坐 要入三昧地 你能够真正入了三昧地 本尊才能够降临在你身上 才能够跟你合一 才能够相应 就是靠这个近日 叫做极静 你极灭的静 才能够跟你的本尊合一 睡着了 不是跟你本尊合一 也有睡明瑜伽 睡明瑜伽是有 就是你睡觉当中 你也跟你本尊合一 这叫睡明瑜伽 睡明相应 你能不能做到睡明相应 不能你的梦就是颠倒 你是不是在禅定之中 得到空行母的给你的授记 有没有 没有 如果你完全没有 上师的授记 本尊的授记 护法的授记 空行母的授记 你通通都没有 那绝对不是相应 没有 没有相应 你的言行 是不是本尊的言行 你梦中 是不是能够睡明瑜伽 你是不是 常乐我尽 尤其这个乐 今天是乐一乐 六一六 乐一乐 你是不是每天心情很快乐 还是你有忧愁 你有烦恼 你不能够快乐 你忧郁 你造语 造语就是动来动去 动不停的 就造语不止 不是讲这个人 过动而 过动这个人过动 过动当然也是造语 但是呢 是脑海你的心思造语 你脑海里面的思想造语 你得了造语症 脑海响个不停 从来没有停止过 几万几千个念头 在你的脑海里面翻滚 这个就是造语症 你能不能把几千几万个念头 变成一个念头 这是今天我们密教的修行 把几千几万个念头 变成一个念头 真正到了最高境界 连这一个念头都没有 你们自己和宁愿 你们入禅定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讲 问你 是不是 以你的呼吸 你的精神 只注意在一个呼吸上面 就是一个念头 我们经常用我们的呼吸 来控制我们的念头 呼出气了 吸进来了 呼出气了 吸进来了 就只有这个念头 其他念头通通都没有 万念收归于音念 然后到音念到很维系维系 非常细的时候你就入三昧地 入了三昧地的时候 本尊就降临在你身上 这个时候你产生了本尊的行为 本尊的言行 本尊的事业 本尊的深口意的时候 就叫做相应 跟大家讲 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密教里面 最恶要的 最恶要的 最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口节 为什么你要禅定 你就是要把万念收归于音呀 有时候你念了本尊的奏 有时候你观想本尊 有时候你解本尊的所应 你意念在哪里 非常的重要 到你相应的时候 有什么现象出来 我告诉你 当你的精神 心念完全在鼻端的时候 鼻端 什么叫鼻端呢 你的意念是在鼻子的头 跟你的这个底下 中间这一块肉 两个鼻孔中间的这一块肉 叫做鼻端 不是这个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三根的头 而是在底下这一块肉的时候 你真正入了三枚地 你可以闻到天上的香味 天香 你就可以嗅到天香 当你的精神跟心念 集中在你的舌尖 这个舌尖 你可以吃到天上的法味 天上的法味 天上的美食 你都可以吃 人间天天电视 都在播人间美食 人间的美食 为什么电视台 最近都在播 这个人间的美食呢 因为有钱赚 电视台 那个叫直日性新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直日性新闻 为什么 他们喜欢 请一些厨师来 或餐馆 哪一个餐馆 主持很好吃的菜 给大家看 在电视上播给大家看 那个是餐馆 付钱给电视台 电视台 电视台播出时间 专门演这个餐馆的美食 美不美 还不知道 告诉你 你去吃了就知道 难吃 就是以吉 只是因为他付了钱 电视台来播 他在餐馆上面就写了一个 感谢某某电视台 来店里面参访 其实是自己付了钱的 你看到好多美食节目 都是餐馆付了钱 先传自己 好不好吃 你去了就知道 电视台是要钱的 免费帮你这个餐馆 先传个半个小时 阿密多 他才没有那种闲功夫 钱来我就去 那是广告 今天 诸位在这边听的 很有福分 没有来听的没有福分 没有看网络直播的 也没有缘分 什么叫做相应 你不用问我 我刚刚讲的相应 你可以知道 你要看天界吗 你要到佛国净土吗 可以的 只要你的意念 在你舌头 整个舌头的中间 你就可以 到了天上界 看到天界的形象 你们上师在这里 闭着眼睛的 有没有听啊 你只要一瞌睡 一打瞌睡 你就不能到天界去了 因为我讲 你只要把意念 集中成为一个念 在你舌头的中间 你就可以到达天界 你真正相应的人 有这种力量 所以要六神通 很多人讲说要六神通 我要写六神通 其实不用写 你相应了以后 你跟你的本尊祈祷 姚池金母大天尊 我从来没有去过 姚池仙境 希望你能够带我 去看一下 姚池仙境 我修莲花童子本尊 希望莲花童子 带我到马哈双年池 去看一下 你在入三昧地的时候 你意念在你的舌头的中间 你就能够足其所焉 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 你只要相应了 得到神通 一点都没有问题 一点都没有问题 所以神通不稀奇 但是你不能保留在这个境界里面 你还要再进去 到最终的时候 所谓有向三昧地 你就是集中在一点上 集中在佛菩萨的身上 集中在佛菩萨的咒语 集中在佛菩萨本身的观想 咒语跟他的所印上面 这是有向三昧地 就已经会显化神通了 你在进入到最深的究竟的无相三昧地 你得到的就是无疑涅槃 任应自在 真正的任应自在 就是无疑涅槃 那个时候啊 你完全可以变成无形 你已经变成无形了 我们现在是有形 有向 有一天 你的灵魂出来了 你还能够异持 你跟本尊的授记 异持所有的一切 你直接到佛国净土 直接转化成为佛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密教的修行 但是 先要把个人本身的习性 个人本身的烦恼 跟个人本身 个人本身的执着 这三样东西 全部清除干净 一个是执着 你执着什么 你就永远不能够得到 究竟成就 永远被这个执着所绑 你烦恼 你烦恼什么 就永远被烦恼所绑 你习性 不好的习性是什么 永远就被不好的习性所绑 就得不到解脱 这三种 这三种 通通都要清除干净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密教 大概我刚刚所讲的 密教的整个 重要的 重要点 清除你的习性 清除你的烦恼 清除你的执着 刚刚那个California Street Smogger在昨天 昨天问世的时候 跑来跟我讲了几分钟的话 然后 我听了以后 他说师尊 门要关起来 我们三个人要跟你讲话 我说为什么门要关起来 毕密 极大的毕密 好好好 关起来就关起来 门就关起来了 所有人都在外面 然后他们三个大妈 三个小姑娘 都跟我讲 讲了一个非常 门动而极大的关于我的毕密 关于我的毕密 跟我讲了以后 我就笑笑说 哎呀 这个嘛 没事 我就讲没事 我说没事 三个大妈好紧张 什么 那是天大的事啊 我说没事 天大的事 我说没事 不是 我还笑呢 说啊 你还笑得出来 我说我单单笑得出来啊 在我来讲 天大的事都没事 我已经讲过了 我跟佛菩萨合一 你能够到天上界 你死后有把握 我可以回马哈双灵室 我可以跟佛合一 这个才是大事啊 我可以到天上界 这才是大事 三个大妈跟我讲 那是人间的大事 人间的大事 不属于天上的 既然不属于天上的 在我看起来 都是 small potato chips 都是非常吃麻小事 在我来讲 不影响我 没有现在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影响我 我主要是 我能够回到马哈双灵室 回到自己本尊那里 我也能够带人家 回到马哈双灵室 我心中有光明 你心中有光明 我的心光明 在你的身上 连死啊 连我自己死啊 都是small potato I don't care 很简单告诉大家 我真的不care 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死了 我说 哦 死了 死了吗 死了吗 就这样 死了吗 死了吗 有人打问 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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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邓 死了吗 bloody 都是死了吗 在印度尼西亚 史达玛就是祝福 我们这里 史达玛就是死了 死了都是小事 我告诉你 什么叫死了 你拿一根蜡烛来 点一个佛 他一直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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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烛没有了 那赶快再拿一支新的蜡烛 把这个快要没有的蜡烛的佛 点上新的蜡烛 然后放下来 等一下这蜡烛就没有了 这一根蜡烛已经死了 另外一个蜡烛又生了 那是出生 这个就是转世轮回 你这个漆壳没有了 再去换一个漆壳 就是一支蜡烛熄了 另一支蜡烛在点燃 这个叫转世轮回 转世轮回 我告诉你 你这个小蜡烛 说不定点的是大蜡烛 点的是一支很大的蜡烛 你下一辈子 你这一世的小蜡烛 只发了一点小光 你那大蜡烛发出很大的光 你这一辈子 你有修行 放一个大蜡烛给你点 这个大蜡烛就是Bill Gates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蜡烛熄了 我们这个佛染在本尊的天上界 这个光明在天上界 这个光明在西方极乐世界 在流离世界 在沿通世界 在法场世界 都是在佛国净土 我们就是无形的报身佛 在进到法身的世界 今天讲的非常重要 我告诉你 非常重要 从此以后 你们就知道什么是相应 什么是相应 所以讲说 哇 我有很大的神通 哇 我神通多伟大 我可以去哪里 我可以去哪里 我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他心通啊 神足通啊 天眼通啊 天耳通啊 这个疏命通啊 甚至于漏镜通 漏镜通最伟大 漏镜通就是 没有烦恼 没有执着 没有习气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叫做完全漏镜 就是这一种神通 叫漏镜通 叫成佛 其他的通 就在有相里面 只有漏镜通是无相 这样子的 密教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么多 那么清楚 什么叫做相应 没有人会跟你讲 而且讲来讲去 都不清不楚 像道国 说来说来说起 滚来滚去 前面的放到后面 后面的放到前面 让你搞不清楚 这是他们 就是圣者 不愿意泄露天机的 那一种 隐藏起来的 他们称为 秘密 今天跟你们讲 跟大家讲的 很重要 今天讲的非常重要 插播一下广告 下个礼拜天 6月23号 下午3点 是大力金刚 护魔法会 这一尊 大力金刚 这一尊 这一尊是我们 这个 出布拉斯固的 大护法 马哈巴拉 马哈巴拉 是我们的大护法 我们出布拉斯固的 大护法 是下个礼拜 下午3点 那大力金刚 首印呢 是节其刻印 那种子日是 后日 他的这个 大力金刚 有心咒 跟进鬼咒 Om 马哈巴拉 亚 索哈 大力金刚 进鬼咒 Om 马哈巴拉 亚 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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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跟鬼伯 讲一次 Rolemi 不要利用一种 幻觉的力量 去迷惑众生 他是在用幻觉的力量 就是吹鸣 他在迷惑众生 我今天这一集话 这一集话 你们有听的话 告诉你 这个就是正法 这个就是正法 我今天 我今天 其实我今天讲的也算是道果里面的精华 也是道果里面的精华 夫妻吵架是常有的事 吵完以后 有一对夫妻吵完了以后 丈夫觉得非常的后悔 便叫妻子看看外面的两匹马 拉走一辆车子的情景 他很感性地讲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两匹马 那样齐心合力地向前进呢 妻子还是很生气 我们不是两匹马 因为我们之中有一头是驴 到底应该吵架不吵架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当妻子在发出一点微小的吵架声 开始的时候 你要很迅速地离开当场 这是一个要诀 不要跟他吵 因为男人跟女人吵 都是女人胜利 没有什么好吵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肌力那时候突然间很好 把你所犯的过气的错误 从小时候青梅竹马一直念到现在 甲对仪讲 这个甲 有一个人去看医生 对医生讲 医生 我想全身检查 会用是多少 这个医生回答 至少要一千两百块美金 这个人就讲说 太贵了 能不能优惠一点 医生回答 你想少花一点钱 还要做前面检体检 这个人讲说 是啊 医生回答 有一个免费体检的项目 是前面的体检 是前面的体检 你淹疫吗 这个人讲说 淹疫到底是什么呢 医生回答 是检查尸体 检查尸体 这是前面检查 老师问 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小明回答 医缘 老师问他为什么 你读过医缘的哪些诗 当老师以为他会说是 李嫂的时候 小明很坚决地摇摇头 大家疑惑 问他那是为什么 小明讲 因为七言最有良心 别的诗人一死 就留下一大堆诗给我们背 七言一死 我们就可以过端午节 阿弥陀佛 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法人 然后给这个 给你的邻居 给你的朋友 他们是洋人 洋人 白人 给他们种植 第二天就问 昨天送给你的种植 好吃吗 这个洋人就讲说 哎呀 实在是太好吃了 只是外面的沙拉 实在是太硬了 沙拉实在是太硬了 不好吃 但是这个洋人讲说 还好 上面还有牙线 那个包粽子上面不是有这个绳子吗 他还以为是牙线 好啦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Omani bemihom